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已经都减少在外用餐的机会 通常会用假日的时候 到传统市场去采买生线食材 会准备一星期的量 所以在这些食材的保存上尤其重要 那为了可以妥善的保存这些食材 至少说在一星期里面不要有过度的变质 所以我就找了一台真空包装机来使用 那我对真空包装机其实没有什么概念 我之前也没使用过 所以有上网去做查询的一些资讯 那由于我可能会包装可能是干性的食材 也有可能包装是湿性的食材 所以我找了这台青叶牌真空包装机 这是干湿都可以使用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开箱 这包装上面写的青叶牌吸水式 这是真空包装机 那不过我买的应该不是吸水式的 所以我们待会再看一下内容物是不是一致 那我同时我也买了包装的袋子 分装袋 那这个分装袋是要有纹路的哦 那因为我买的不是吸水式的哦 必须要用这个有纹路的这个袋子 它才能做到真空的效果 好我们待会测试的时候再让大家看一下 所以这盒子原本也有附正一包的这个纹路袋 那这是使用说明术 我想这操作界面都是中原的 应该说明术是用不上的 好我们待会再来看看 那包装机它也附上了这个 线上线上影片教学 要先加LINE之后才能看哦 好了 那这就是包装机的主体了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都有中文字哦 不过它的字体 有些是简体字 不过没关系 这个都看得懂啊 待会我们直接来试试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功能 它有真空 这边有真空风口 这应该是启动跟取消 那食物的话 它这边上面有分干性跟湿性的 那压力值的话 它会有标准 还有柔和 再来是功能的部分哦 我们可以使用单风口的功能 就是一般我们拿 塑胶袋 或者说像柴叶袋 这些都可以来试一下这个风口的 安准风口的功能 那外抽烟菜哦 如果查到这外抽的部分 好像还在连接一个管子哦 那这个是要另外买一些 买一些配件 首先我们要先来试一下 单风口的功能 那我这次一定有买了 一卷的这种温度袋 那这个温度袋的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自己决定这个袋子的长度 这个也有还有一份宽度啦 那我买的这个宽度 我觉得是平衡可能会比较适用 那如果要装比较多的食物 比较多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袋子拉长 那风口的位置就是可以自己决定的 那我们现在先来测试一下哦 我就先来做个袋子 待会有一些饼干类的食物哦 我再分装 那刚有简单再看一下说明书哦 他有讲到这纹路袋的部分 有纹路的是放在上方的 所以我们这边摸他这个纹路袋内部 所以我们放在上方 好 那大概对准这个位置哦 主要在风口的哦 是这边有一条黑色的哦 会反方的这条线 是这里 这里在加热风口 所以我们只要有压二这个位置 应该就没问题了 好 接下来 盖上盖 然后有两边啊 来压紧扣紧 如果听到个声音 还蛮用力的哦 好 那我们按下单风口的功能 好 它停止了哦 那我们把它打开 OK 很漂亮哦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它已经有一个 火风口的效果哦 黏着算很漂亮哦 还不错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决定 我们袋子的大小哦 因为刚刚你这个贴纸我撕不下来 我刚好就是可以把它剪到这个位置 我准备了一些饼干哦 那原本是一大袋哦 那我现在把一部分倒过来这里 就会做保存 因为我不是已试试完的话 好 我们就用这边来做一个真空的包装 那一样记得就是 有纹路的是朝上方 那这一次啊 因为抽真空的部分 是在前面这个好槽里面 所以记得我们就是带口 要放在这个位置 这样子 它待会再抽 抽气的时候才会抽过去哦 那我们一样 盖上的时候呢 把它用力压紧 两边都扣进去之后 那我们就 这边有的真空风口 应该是这个按钮 那实物的话就是选择干性 那标准 那个压力的标准值或柔和 我们 呃 先直接就试 就标准的看看哦 是不是够强力哦 好 那抽完真空之后 然后就进行封口 那封口结束之后 灯都熄灭了哦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按开 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个都是硬的哦 所以它真空效果 其实真的是做得很好 不过啊 呃 刚刚这样试的结果 这个饼干其实 呃 因为它比较脆弱一点哦 如果用标准的这个压力哦 似乎是有点太大哦 因为我们刚刚在封口的时候 可以听到饼干 有点在碎裂的声音哦 那 这部分 我待会我们再来试一下 用柔和的方式来试试看 接下来我是用另外买的这个长型的袋子哦 长型的是小袋子哦 我想要来做一个变化 这些饼干放进我们刚制作好的小袋子 来 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吧 一样记得 要把我纹路的朝上哦 纹路的朝上 然后盖上 拉紧 那 我一样选择是柔和的 好 真空封口 这速度相当快哦 好 我们看到这根封口都封好了 那 已经做好这个真空非常漂亮 这个袋子很方便哦 它旁边已经做好鞋口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 你只要使用 很容易就可以撕开 那 平常我们 注意交流的时候 这样子非常方便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简单的开箱测试哦 那以后还有什么使用心得的话 我在拍成影片来这边分享哦 谢谢 谢谢